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个板块 就是豪卜股的板块 看到金沙中国公布了业绩 正规选第二季收窄到1亿7千万美元 第二季经调整的物业EBIDA 可以是1亿3千万美元 看到连续三季EBIDA都是转赚的 业绩比市场预期好 看到今天股价升超过3% 金沙作为第一间公布第二季业绩的公司 看到它做得这么好的时候 由其他的板块或者其他在同一个板块的 赌股都可以充劲一下呢? 我想少少了 我想你拨到短线 像刚才所说的 短线可能跟着市场上来的时候 就炒了转这些豪赌股 或者有这个的憧憬 我想你可能转到另一个消息 就是可能你现在都去到7月的时候 暑假期间会不会那个房奥 或者旅游的数字又会再有一个烹星在那里 但是我想就暂时来计算 就是都是见到 我们见到的数据上面 无论是说譬如房奥的旅客 或者你说的倒收的数字等等 读而处理 其实我想暂时都是比较短线去拨多个 你说实质有一个复苏 你见到譬如说6月份和5月份去比较 你见到6月份有一个下跌的 当时大家就会归咎于 就是说5月底的时候 其实你说广州和澳门是通了关 但很不幸地因为5月底的时候 广州也有一个疫情的爆发 所以就导致你说会不会是出行的旅客 访澳的旅客会少了呢 那时候大家面对着6月的数字 就有一个这样的演绎 但是你说去到现在就是7月份的时候 暂时你计算 就是虽然未公布了 但是似乎暂时你计算 你说是继续是慢慢是 按连是有一个升幅在这里 或者是复苏在这里 但是有似乎不是说真的好 跟大家或者市场去预期说 好像之前那样全面开关 接着那些旅客就可以全面有个消费 过夜等等 那种就好像又过分乐观了 那暂时你计算其实都就是 暂时你看 你说按连的升幅上面都是比较劲 那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大家留意回去年 那个赌收的数字 头6个月呢 其实都真的有一个所谓的低基数效应在这里 那但是如果你说当去到 就是去年7、8、9月的时候呢 其实你见到的数字本身都已经 开始有了一点点复苏 那所以如果你说去到今年 你看看那个按连的 升幅或者复苏的幅度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数字就未必说真的那么大 那还有我们之前都经历过就是说 你说一黄金周的时候大家都曾经是冲顶过 会不会 就是仿傲的旅客也都可以自由流动 那通完关之后可以有一个很全面的复苏 那但是最终又是出来的数字 你发觉暂时去看呢 仿傲的旅客是多了的 确实是 那但是你说可能是针对着一些 譬如其他一些度假村的消费 或者其他的消费 就多过你说真的在一个赌场 或者在一个娱乐厅里面去玩 真的令到是转化了他们成为豪赌骨的收入 那所以我想暂时来算都是短线的一个炒作 或者有一个憧憬在这里 但是你说实质上面来说 我就不看得太过长远 或者觉得完全是叫做扭转了之前那个弱势 或者一直以来那个下降轨的趋势 暂时我还没那么乐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